你看 她是1988年1月1号属兔的 88年小孩子受了这么多年苦 对 属兔的是吧 对 哎呀 她是血液病 血色素不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现在看她的血的颜色 一阵深一阵淡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造成她有很多的水泡 哎呀 好了 看到了 她 你怀孕她的时候 你每天是不是吃甲鱼 还是一条活鱼 还是什么海鲜呢 这个孩子是我的外甥女儿 是我从小给她带她的 那你问问她妈妈 她妈妈怀孕她的时候 每天吃一条活鱼 也不知道是甲鱼 她妈是肉就吃 是肉都吃 都吃 对不对 对 好了 就是怀孕她的时候 每天吃 好了 现在我看见她的水泡 就是像大螃蟹一样的一串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希望你好好的念 帮助她 好 好吧 好 你帮她念网声咒 行 这小女孩而且还有忧郁症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忧郁症很严重 而且从这个小女孩直接 我刚刚看她图屯的气场 她爸爸妈妈不好 对 就等于是我给她带大的 看见了吗 是不是她爸妈妈离婚了 对 太大说准备了 您帮我看看她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她要120张 好 好吗 好好念 还有她的功课还要怎么做 您帮我说 功课你就叫 那个 行 我这知道了 资讯出的人给她 好吧 那再麻烦大慈大悲 那个卢台长 因为这个票是 也是一个重症的母亲 转给我 她大孩子也有中疗病 您帮我看一下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孩子也是从 是98年的虎 她有进行性脊椎萎缩症 一岁两个月开始就发病 现在连走都不能走 您能帮我看一下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 嗯 哎呦 阿斯大悲师父你好 那个孩子是我的 就把孩子说过 是你的 是你的孩子啊 我讲话你不要不开心好吗 好 你知道这个孩子是 过去是什么投胎来的吗 不知道 动物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畜生到来的 所以你现在看她 走路的样子 就是经常醒 不会走 不会走 就是爬呀 只有人是头顶的天的 所有的动物都是被朝的天的 听得懂吧 听得懂 所以这个小孩子是动物头胎 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好好地培养她 好好地真的帮助她 你就要好好地狂念大悲众 明白吗 还有小房子要叫她念720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好吧 我想问问她 因为她 她很难长大 因为她从小 医生就说她活不到三岁 对 我告诉你很难长大 台长都是讲在你前面的 现在你只有给她放声 她才能延寿 明白了吗 放声是最能延寿的 好不好 明白 好了 谢谢师傅 大家想想人生多苦啊 真的 很多人还自以为不得了 人生苦得不得了 真的 真的不能再来